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宇菲。 今天我们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来自新加坡主权基金Tamasek创投部门Vertex Holdings宣布将启动首个专注于日本的基金, 计划在未来一年内筹集100亿日元,并将投资于至少15家日本初创公司。 这对于日本的创业生态系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动态。 根据政府报告显示,中国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在4月份继续下滑, 64个中大型城市的新房价格均出现下降。 为了提振市场,中国政府计划在本周五宣布一系列救市措施。 最后,我们来看看北极地区的最新消息。 挪威正在努力阻止一块位于斯瓦尔巴群岛的60平方公里土地出售给中国。 这块土地目前由一位俄罗斯裔挪威人控制,出售价格为约3.26亿美元。 挪威总检察长已经下令停止这笔交易。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Nikkei Asia 报道。 Vertex Holdings是新加坡国有投资公司, 它马西控股的创投部门, 计划通过一个专门针对日本的基金, 扩大其在日本的初创企业投资。 Vertex的CEO蔡奇勒在接受Nikkei Asia 采访时表示, 这个新基金目标在未来一年内投集1500万美元, 其中三分之一由母公司提供, 其余资金主要来自日本的机构投资者和大型企业。 蔡奇勒指出, 日本政府近年来承诺通过各种政策计划和改革 来增强初创企业投资, 并吸引全球投资者。 该基金将投资至少15家早期公司, 重点关注消费者和企业软件公司, 以及具有尖端技术的深科技初创企业。 Vertex在全球拥有超过60亿美元的资产管理, 并且已经培育出超过20家独角兽公司。 通过这个新基金, Vertex希望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 并将这些初创企业与其全球基金和专家连接起来, 帮助他们走向国际市场。 南华早报报道, 4月份中国大陆的房价下滑加剧, 显示消费者信心减弱, 促使北京官员采取新的行动来结束这场持续三年的危机, 并拯救陷入困境的开发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4月份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比3月份下降了0.6%, 这是连续第11个月的下降。 二手房市场价格也下降了0.9%, 连续第12个月下滑。 在70个中大型城市中, 有64个城市的新房价格在4月份有所下降, 而3月份为57个。 这些数据显示, 地方政府的零星措施和激励政策未能有效振兴房地产市场, 促使北京可能采取新一轮的高层次应对措施。 中国前100大开发商的销售额在2023年前4个月下降了47%。 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取消了扣房限制, 并延长了优惠抵押贷款利率, 但这些措施未能显示提振市场信心。 中央政府在4月底呼吁地方当局消化现有库存, 这可能会促使二手房市场的回暖。 南华早报报道, 位于战略性北极群岛斯瓦尔巴群岛的最后一块私人土地正在出售, 这可能吸引中国的兴趣, 但挪威不打算轻易放手。 这块土地位于斯瓦尔巴群岛的西南部, 面积约60平方公里, 相当于曼哈顿的大小, 但没有基础设施。 律师佩尔基宁斯塔德表示, 中国对北极和斯瓦尔巴群岛的兴趣由来已久, 斯瓦尔巴群岛受1920年国际条约管辖, 该条约承认挪威对斯瓦尔巴群岛的主权, 但所有签署国的公民都有权利用该地区的自然资源。 挪威的情报机构认为, 中国在斯瓦尔巴群岛的潜在构地 可能对挪威构成安全、风险。 挪威总检察长以命令业主取消计划中的出售, 并表示土地不能在没有挪威当局批准的情况下出售。 尽管如此, 麦芳引用1920年条约, 认为所有签署国应拥有相同的权利。 这块土地的经济价值被认为微不足道, 但在50或100年后可能具有战略价值。 挪威政府曾在2016年以33350万欧元 购买了斯瓦尔巴群岛的刀树第二块私人土地, 当时也有报道称, 中国投资者对该地区感兴趣。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美国和欧洲的研究团队 几乎同时在量子互联网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这些进展将使几乎无法破解的量子互联网服务更接近现实。 这些实验使用了三个实际城市, 并利用了量子纠缠现象, 这种现象使分离的光子在时空上保持紧密联系。 中国、美国和荷兰的团队分别使用了数十公里长的光纤在城市环境中建立了网络, 这是量子互联网技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展示。 中国的研究由被誉为量子之父的潘建伟领导, 设立了三个节点, 分别命名为爱丽丝、鲍勃和查理, 并在合肥市周围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网络。 美国的团队则在哈佛大学的实验室内使用了一个35公里的光纤环路, 连接了两个相邻的节点。 荷兰的研究团队则在戴尔夫特和海牙之间延伸了25公里的光纤, 连接了两个节点和一个中间的伺服器。 这些突破性进展标志着量子互联网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并为未来更大规模的实验奠定了基础。 美联社报道,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今年前四个月房价大幅下跌, 尽管工厂产出增长了近7%。 国家统计局的官员承认, 国内需求仍然不足, 政府正在考虑进一步的措施来振兴房地产行业。 1月至4月的房价同比下降了9.8%, 这引发了政府对平衡供需、高品质住房和建立高品质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需求。 国务院宣布将在周五举行新闻发布会, 专注于房地产行业。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几年前对开发商过度借贷的打击后陷入低迷, 脱累了广泛的其他行业, 并减缓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 政府已经降低了利率并释放了数十亿美元的融资, 以帮助财务困难的开发商交付已经承诺和支付的住房。 一些地方政府正在购买由于需求疲弱而无法出售的公寓, 并计划将其作为可负担住房出租。 金融新闻媒体财新报道, 住房部、中央银行、其他政府机构和国系有银行正在成立联合工作小组, 讨论真心房地产行业的方法。 南华早报报道, 欧洲在华顶级商业组织担心布鲁塞尔和北京正处于贸易战的边缘, 经济紧张局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欧盟委员会近几个月来启动了一系列调查, 对中国电动车行业的补贴进行了最突出的调查。 该调查将于6月初结束, 预计7月将对进口汽车征收临时关税。 欧盟商会中国分会主席耶斯·埃斯克伦德在布鲁塞尔接受采访时表示, 基于历史先例,他担心会有报复行动, 这可能会导致中欧关系陷入双边贸易的毁灭性螺旋。 埃斯克伦德希望事态的紧迫性能够促使双方坐下来谈判, 但他对能否及时解决问题并不乐观。 他指出,过去欧洲在威胁使用欧洲市场作为武器时缺乏可信度, 中国政策制定者通常不认真对待这些威胁。 随着欧盟在铁路、太阳能、风能和技术领域的贸易和竞争调查激增, 中国企业进入欧盟市场的机会受到影响。 埃斯克伦德希望情况的严重性能够促使中国紧急转变策略, 并强调欧洲正试图解决其可信度问题。 Guardian,想象一下,一个青少年男孩深夜独自使用手机时, 收到来自陌生漂亮女孩的信息, 甚至是他认识的女孩的被黑账号发来的消息。 这些消息精心设计,吸引他的注意, 附带照片和挑逗的承诺,要求他回传裸照。 若他照做,陷阱便会立即触发, 随之而来的是勒索金钱的威胁,否则他的照片将被公开。 许多男孩试图支付赎金,少数人惊慌失措告诉父母, 悲剧的是,有些人选择自杀以避免公众羞辱。 这种冷血的敲诈手段已经在儿童中广泛蔓延, 国家犯罪局上个月罕见地向学校发出全国警报。 家长们的噩梦还包括操场上的色情内容, Andrew Tate视频,MeToo后的性礼仪, 猥胁和诱骗等话题, 而我们几乎找不到合适的词汇与羞愧的青少年讨论, 但却期望教师能毫不脱泥带水地处理。 Offsted报告称, 教师们急需更多关于何时及如何教授传送裸照 和有读的男子气概等主题的明确指导。 然而,本周英国政府委托的性教育审查, 原本只在帮助苦苦挣扎的教师, 却沦为一场文化战争。 教育部长Jan Keegan在《太阳报》撰文, 誓言不再让年轻女孩相信她们若成为男孩会更快乐, 或让孩子们认为有72种性别。 然而,当BBC询问学校中不当教材的频率时, Keegan只能回答我不知道, 并坚持不会回避可能甚至不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并非青少年在性教育上有困惑。 新指南的实际内容与早期的宣传和社交媒体上的愤怒并不完全吻合。 虽然一些年龄限制可能会让某些孩子变得脆弱, 但教师仍然可以在必要时提前介绍相关问题, 例如担心年轻孩子在智能手机上看到不适当内容。 与早期报道相反, 教师不会被完全禁止讨论跨性别身份, 而是被要求教授法律过程和反歧视保护, 但不能教授性别意识形态的广泛概念。 除非学生主动询问, 且必须解释这是有正义的。 这将使教师在处理这些敏感话题时如履薄冰, 特别是在缺乏额外培训和支持的情况下。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根据环保政策智库私会政策研究所的报告, 香港应该借鉴中国的经验, 并采用欧洲对绿色轻能的严格定义 来制定清洁燃料的策略。 政府必须大胆设定绿色轻能利用的实现目标, 并提供补贴, 帮助私营部门资助储存和加侵占设施的建设。 这份报告是政府资助的五部分研究的第一部分, 发布于香港将在6月30日前宣布轻能发展策略之前。 报告指出, 香港应该从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学习, 并适应其最创新的方法来应对气候变化, 减少排放和促进各方参与。 香港应考虑采用欧盟的标准, 要求在氢燃料的整个生命周期内, 减少70%的温室气体排放。 香港靠近中国大陆, 这使得它在加入全球氢能减碳趋势方面, 具有优, 是但必须消除利益相关者的不确定性并推动需求。 这种清洁燃料有潜力使发电和交通部门减碳, 这两个部门占据了香港温室气体排放的82%。 香港已设定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但氢能在城市的采用面临政策制定缓慢 和燃料及基础设施成本高昂的挑战。 这些挑战只能通过补贴和扩大应用来克服。 去年预算中, 香港已拨出2亿港元, 蓝牙60万美元用于补贴氢能车辆试点项目, 但资格标准尚未公布。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博客中表示, 香港不应过于激进, 因为氢能的采用在全球仍处于早期阶段。 化石燃料基础的灰色氢的成本几乎是柴油的两倍, 而使用可栽生能源制造的绿色氢则更为昂贵。 尽管绿色氢的成本将下降, 但其他绿色能源的成本也在下降, 因此在制定本地氢能发展策略时, 必须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报告指出, 自2017年以来, 各地区已发布了氢能发展策略、计划和目标, 发展氢能产业将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 例如, 中国大陆设立了到明年将其年度绿色氢能产能 扩大着超过10万吨的目标, 而英国则计划到2030年实现每年180万吨的产能。 南韩的国家氢能计划是一个公司合作的项目, 配有一系列激励政策, 预计将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 并创造42万个新工作机会。 制定严格的定义和从灰色氢到绿色氢的过渡路径, 对于将香港建立为可信的氢能投资地点至关重要。 报告, 称关键企业已表现出愿意为绿色氢支付溢价, 实施这一过渡路径, 将保证未来在香港可获得绿色氢, 从而增强企业对氢能相关项目投资的信心。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ke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理由达宫 和音 Tier